谢谢雅才先生 刚才我看是应该是马汉顺吧 对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当明年执政辟立州的时候 是明年开始 是行不是当当 送帝养孝 同时也是给永久地区 给新村居民 而贫穷居民 但是自从国阵上台过后 这个就全部被退还 所以我认为马汉顺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责问任何问题 针对这个行动党 在槟城开空投支票 我要强调 在兵州政府 所有的大选的承诺 我们已经实现 包括所谓的那个 孙埃尼尔的收飞战 为什么没有被飞除 大家要记得 这个是中央政府的权利 当 当我们还没有自政中央 所以要耐心一下 让我们自政中央 我们一定把它飞除掉 包括南北大道 和宾尾大桥 但是虽然还没有被飞除掉 我们同时也让人民能够收费 建一条路来避开这个收费战 所以还是一样 不需要交燕网过路费 平成的成绩 我看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308政党轮替过后 大家可以看到 摸到 感觉到我们所做出的改变 全马来西亚第一个中文双语路牌 在半岛 第一个在半岛 在半岛 第一个中文路牌在半岛 就是在宾州 全马来西亚第一个大米尔文路牌 也是在宾州 冰城第一次做阿拉伯文路牌 也是明年政府 所以在这方面 除了树摊 树摊我看 我们是最特殊的 在国际透明组织 冰城获得表扬 当然如果任何人做错的 我们一定不放过 但是宾州的记录 林苏苏坛是国际公认的 没有吃钱 就是没有吃钱 谢谢各位 对不起 时间到 谢谢民苏长 下来我们同样请总会长 回应时间三分钟 哈啰 大会主持人 我们这边没有得发言 我们这边行动党的支持者 没有得发言 那边全部是马华的 对不起 谢谢 请观众尊重大会的安排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台前来 人民的主权 这个口号 我听了都很爽 但是 如果大家看看一下 写州 冰州 当时很多人给明年的支持 尤其是怀疑同胞 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州政府比较公平的对待各民族 但是 但是很不幸的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写州跟冰州还没有播出任何一块地来正式成为华小的地 没有的 很多宣布 往往我说是自己宣布 自己听 自己爽罢了 我们叫做政治的化妆 spinning 没有的 当我在苏埃不达尼的时候对话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 我们的拨款要给某某人州行政议员代表 跟其他的人30%的commission 我跟他说 你不要乱讲 我以为这个是国政不了 他说 不是 这个是明年的州政府 我不讲大意 450块标不到 600块的人标得到 除此之外 刚才我们的首席部长有一点误导性的 当时明年在霹雳州说 我们播出地给独钟 以地养孝 那个也是自己宣布自己爽 没有错 等到变天了 那么我们才了解到 行动党宣布了过后 没有跟进的 结果是国政要去努力 使到今天九千度中在霹雳州 有2500英亩的地 要飞除收费 收费战 每一个人都鼓掌 但是你宾州的 Jalaneo那个都做不到 怎么样做全国的 时间到 谢谢总会长 好 谢谢 谢谢 看起来我们的支持者 都给我们的领袖 最大 最强 最有力的支持 这好事 下来一个环节 是两位变手 向对方提出问题 那么在还没有进入 这个环节之前 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刚才我们电视台的 朋友说 我们加插 等下加插 十分钟的观众发言 十分钟的观众发言 那么我们先进行这一段 首先我有请 我们的秘书长 针对总会长 提出一道问题 来 秘书长请 谢谢主持人 我要问W3 蔡西利医生 针对这个巴生 自由贸易期丑闻 涉及130亿灵剂的 That's a PKMZ scandal 这个不是第一个丑闻 涉及到马华 重量级的领袖 自从赫卓社丑闻到现在 我们时常看到 总会长级的人 设计丑闻 所以在这方面 马华在这几十年来 有什么改变 而且为什么 当这个总会长 而树里总会长 被控的时候 没有一个 武统的领袖被控 是否武统领袖 有豁免钱 为什么 武统领袖 没有被控 马华能够接受吗 好 谢谢 秘书长 我们请 总会长 回应时间 三分钟 主持人 Yama Brahmat 首席部长 从我们的 首席部长的发问 你可以看到 那种种族 国语说 为什么 他说 为什么指华人被控告 马来人没有被控告 我们肯定 支持反贪负的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党 高层领袖被 带到法庭去 控告到法庭 我们没有去示威 好像一些人 因为我们认为 司法是公正的 司法是公正的 我们有信心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要 以行动 我们不需要去示威 说 我的领袖是无辜的 我们认为不对的 PKFZ 已经前面的被调查 我相信 还有后悔的 我不是有关的人 而这些事件呢 是在法庭被审判 所以我不可以多讲 因为是 Subjudice 这个是世事来的 但是 不要紧张 关于贪腐 我们肯定的是 反贪腐 但是大家了解 明年三年半 马华六十三年 人生六十三岁 做了很多好事 也有做得错 三岁半的人 有没有什么机会 做好跟做错的 但是三年半 你就可以看到 贪腐的事件 也纷纷的出现 所以给他们 多六十年 哎哟 我们就搞不定了 谢谢总会长 那么现在时间 轮到总会长 来向我们的秘书长 提出问题 时间同样的 一分钟发言 三分钟回答 总秘书 明年 要来 多取中央的政权 我们所听到的 都是民粹的政策 给你一百块 给你一千块 飞除这个 飞除那个 到今天 是不是你可以在这个平台 跟我们分享 明年的社会经济 发展的模式 以确保 马来西亚能够走出 这个中等收入的困境 大致高收入 包括呢 若是你们所答应的 在这陈批书 种种的承诺 好 谢谢总会长 我们请秘书长回应 时间三分钟 谢谢 我看这个是我跟蔡总的分别 他对贪如不紧张 我就非常紧张贪如 不对 在这方面 主持部长 这句话是误导的 我没有说不紧张 我要针对那种的 这个是 不对 我们等一下还有两位的总结时间 还可以再回应 这个阶段我们请秘书长来回应 我看我们要一个自过干领 来怎么样 带动经济发展 我要拿槟城的模式 我是以四两过千金 以财政管理 确保每一年我们有赚钱 每一年有盈余 什么叫做四两过千金的管理制度 就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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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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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钱筹钱 钱赚钱 钱生钱 钱省钱